歡迎來到財科暗示,我是章濤 過去這個星期的大調整,或者是跌市 觸發了很多人的不同情緒,令到我有點感觸 所以今天星期一想跟大家做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最近最多人問我的問題是甚麼呢? 通常不外乎就是一買了就跌怎麼辦? 還有就是甚麼時候跌完呢? 還有就是為甚麼會跌呢? 首先我不是很擅長預測價錢 我答不到給你說甚麼時候會升,甚麼時候會跌 當然我做不到 但是有關於為甚麼會跌這個問題,都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如果你去看任何的,即是你上網看,或者是報章雜誌 都會有一堆的理由 那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當一件事發生了的時候,你要去找個理由出來 其實很容易的,你一定找到的 好像我們去看上算命那樣,你一定是可以找到為甚麼你的命 會有你今天遇到的問題,或者任何的情況 是會找到的,但是這個還不重要呢? 我認為是不重要的,因為你在現在發生了的情況 你可以過去找回一些數據或者事情來支持 首先我們要知道,大部分的傳媒是有立場的 有某幾份報章,他們的立場是一直都很堅定反對加密貨幣 那讚稿人是不會去follow up,不會去跟進他們報告過的事情 即使他講錯了也好,過了就過了 所以,如果你看某一些報道的時候 通常你會看到一些斷章取義的情況 然後就說,是不是啊,跌了,是不是啊,泡沫等等的言論 然後有一天,他升回,他不會說給你升回 正如,詩永青,當他有一天了解多了加密貨幣的時候 他不會回來跟你說他之前講錯了 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獨立思考能力 我們是不是可以判斷到現在發生什麼事 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事 也有些人說,這個波幅很大,這麼大的volatility 怎麼可以做一個投資工具 這一點我也有些感觸的就是 其實大家可能已經不太了解,或者沒有什麼興趣去了解 我們這個世界發展到現在的歷史 可以很負責任地跟大家說 白銀、黃金、美金、英鎊 香港樓市任何一種資產的類別 其實都有經歷過大上大落的時候 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只是將過去那三四十年的世界的穩定局勢 經濟慢慢持續上升的情況 我們當作一個常態 其實穩定不是一個常態 大家知不知道 一個世界我們這麼長的發展的歷史 很少出現過超過五十年是不打仗的 但如果我們有一個宏觀點的視覺 其實這個世界也相當之不太平 只不過我們現在可能身處在香港、中國 我們覺得一切好美好 其實不是這樣的 世界本身就是很高的 或者這麼說 大的波動、高的volatility 其實是一個過程 當它慢慢進入了穩定期的時候 它自然的波幅就會變少了 但是如果你因為這個這麼大的波幅 然後你買完之後覺得心驚欲跳 坐立不安、守心無汗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遊戲會不會不適合你玩呢? 你說我見每個人都在賺錢 沒理由吃虧的 執書行頭慘過敗家 好像我們都應該參與一下 享受一下那個勝負 每個人都說賺、每個人都說升 我又覺得你應該問一下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你賺錢賺來做什麼呢? 為什麼你要賺錢呢? 不要以為我問得很傻 給你兩秒鐘時間 認真想一下為什麼你要賺錢呢? 時間到了 如果你的答案是 我沒有想改善一下生活 好像很正常 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我聽過最差的答案是什麼呢? 就是我賺錢 是為了賺更多的錢 其實這個答案差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人 無論他將來會賺多少錢 身家多了多少個零都好 其實他內心永遠都是貧窮的 我們為什麼要投資各樣東西 無論你股票也好 買樓也好 或者你自己的生意 或者加密貨幣也好 如果我們沒有搞清楚你和錢之間的關係 其實你很難得到快樂的 我們都很容易會掉進去一個 所謂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奴隸的行政裡面 什麼叫社會共同價值觀呢? 這個社會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一個人 是不是成功? 不外乎就是你賺了多少錢 你開什麼車 住什麼房子 喝什麼酒 養什麼狗 之餘此餘 就去給了一個單位給你 就衡量你這個人 有幾成功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是一個死循環來的 我舉個例子 我當你是在賺5、6萬個月 在現在香港的標準來講 相當不錯 那你會過什麼生活呢? 你可能會買車 你可能會開始考慮 儲個首期 供一層樓 或者就算不買樓也好 你租一層樓可能都要兩三萬 然後你會過一個不錯的生活 但是呢 即是說 你一個五萬元的收入 你就有這麼多五萬元的開支 然後你就會怎樣? 你很怕失去你現在擁有的一切 然後怎樣? 你的選擇可能是少了 不是多了 好了 到有一天你很厲害了 你賺到一二十萬一個月了 那你會怎樣? 你又有一二十萬的生活 那你會考慮什麼? 半層大一點的樓 你會考慮送小朋友去讀國際學校 你會考慮幾時移民 那這個可能是一二十萬月入的人的一些考慮 那你又回頭想 其實你會不會你的選擇是多了還是少了呢? 如果你發現你只是面對更多的問題 其實你的選擇是少了 你沒有快樂到的 所以其實最後呢 我覺得我們要最終極面對的問題 就是我們有沒有通過自己的努力 賺錢也好 投資也好 做生意也好 我們是不是多了選擇呢? 人生越多選擇 越成功 大家咀嚓一下這句話 越多選擇 越成功 而不是我們最後變了給錢去玩你 因為賺錢 我們少了選擇 因為賺錢 我們跌了下去 變成一個社會共同價值觀之下的奴隸 這個社會很可惜 其實很多人都進入了這個死戶童裡 任何國家的政權 其實都很希望你去變成那個人的 然後我們每天努力賺錢 然後呢 供樓供車 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來講 每個月你賺的錢 就去供樓 你就不會想其他事情 對於一個社會的穩定性來講 其實是有加分的 其實社會可能是更加穩定的 但是你要問一下自己 這個是不是你想過的生活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可能扯得遠了 是不是? 我們不是說比特幣投資嗎? 我們不是說什麼時候入市嗎? 但其實呢 正說我要討論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認為很關鍵的 因為呢 我們到最後 你投資得回來的回報 你想怎樣呢? 很多人會問我 喂 是啊 我賺了些錢 我怎樣變回港幣呢? 我怎樣拿出來消費呢? 那OK 沒有問題 我會告訴你 我們接下來的那條片 我都會分析 在交易所裡面 怎樣用一些P2P的方法 去賣出你的加密貨幣 然後你可以收回法定貨幣等等 每個人都會這樣做 但是呢 我更加多的朋友是怎樣呢? 他收回港幣回來 然後怎樣呢? 看著市場再上 然後想 咦?不是啊 我好像又虧了 我是不是應該又買回呢? 結果 又入市了 或者倒轉都可以的 市場又下跌了 我是不是應該撈底呢? 結果再入市 除非你真的賺完之後 你說以後加密貨幣和我沒有關係 我就走了 那他就離場了 那這些人呢 我暫時沒有見過 最多的人都是 想著 我想拿回錢出來 然後我又進去 結果是一個循環 是的 但是 我身邊比較厲害 投資加密貨幣的人 通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他會留一部分的財富 在加密貨幣的市場裏面 看看有什麼投資 看看有什麼機會等等 這個是你個人的選擇 這個都不要緊的 但是 回到我們今天我想說的主題就是 越多選擇越成功 這個話題上面 就是 我怎樣可以多些選擇? 如果我們可以讓自己 是更加open minded 更加開放的態度 去了解多些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加密貨幣的市場 其實他們做了什麼? 其實他們怎樣轉變世界 怎樣讓我們的生活 和以前會不同了? 然後我們突然發覺 咦? 這裡我們多了一個 維度的思考 我投資了這麼久 加密貨幣 我發現 對我自己最大的益處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我想事情多了一個維度 多了一個維度 這句話 值得大家去深思 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好像是一個 好像一個股票去炒 價錢升我們賣出 價錢低我們 趁低吸納 但事實上 每一隻 加密貨幣背後 它都有一個故事 它都有一個 所謂有一個 mission 去改變這個世界 無論是科技方面 生活方面 或者金融方面 的一些轉變 我在各個 之前的影片 都有跟大家分析過 除了比特幣之外 以太坊 或者是 Falcon等等 其實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他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改變了我們生活是什麼? 但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市場上面 有過千種 加密貨幣的存在 可能值得看的 都有幾十個 而這幾十個 只要有10% 有幾隻 是它想做的 原來最後是會做到 改變到世界的話 其實我們的生活 已經有很巨大的轉變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不只是 用一個純投資的角度去看 而是會多一個圍道去思考 如何影響我們生活的時候 其實這個中間的過程 是一個喜悅 我們會明白多了 我們和世界 和金錢和財富的關係是什麼 這一個 這樣的過程 我認為 是比我們 在這裏投資 得到回報 是更加之開心的 當然賺錢都很開心 但都是那個問題 如果我們賺完錢 我們又在 在 struggle 那些加密貨幣 是不是要轉回港幣 我是不是要買樓 我怎樣改善生活 然後想想 又不是 又要買個幣 這個進退失據的過程 可能是會令到你更加痛苦 還有最後是會 在裏面套住了些錢 俗稱蟹了的情況 要避開這個死循環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了解多些 我們自己了解多些 世界怎樣轉變 了解多些 那些貨幣 其實在裏做的什麼 而不因為 它的短期的波幅 然後令到我們 睡都睡不著 那為了什麼呢 是吧 今天可能扯遠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是我過去這幾年的 心路歷程 我覺得 開得這個頻道 也有責任 跟大家分享我這些 所謂我的得著 希望大家不要變成一個 社會共同價值觀之下 的一個奴隸 是我們 應該當錢 是一個工具 比特幣 加密貨幣是什麼呢 它是另一種工具 是體制以外的財富 是的 體制以外的財富 這句話 也值得大家去深思 很多人說 不是啊 現在 這個 各國政府 不是很喜歡 加密貨幣的存在 那怎麼辦呢 好像是不是我 在犯法呢 這樣 大家記得 這個就是 正正就是 比特幣存在 的意義 它就是體制以外的財富 那今早呢 還有一件 事情呢 都讓我 有些 感覺的 就是呢 我有一個做國際貿易的朋友呢 他就要買一些貨 然後發現 對方這個廠商 供應商 原來他說 他只收 USDT 只是收USDT 那他就問我 如何去買USDT 等等 那即是說 這個體制以外的財富呢 就已經在 影響著 我們實際的生活了 在國際貿易方面 都有一個體現出來 那這件事還會 怎樣發展下去呢 會還有 還有些什麼人 會只收加密貨幣呢 這個也很值得 我們去注意的 好了 希望大家會 喜歡我今天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訂閱 點讚和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